大家好,我是胡静云 我们又回到了公益讲堂的时间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曲子 是我觉得特别好听 特别小巧玲珑又精致的一个曲子 那就是肖邦的吉星曲的第一号 我们常常看到学生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都喜欢弹非常非常重 然后很长或者是技巧很艰难的曲子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吉星曲 不管是肖邦或者是舒伯特 在这种很优雅很漂亮的音乐里头 能够把它做到很极致 这反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Chopin的 Impromptu的第一号 这个 Chopin Impromptu是肖邦1837年的时候他所写的 那个时候他的写作技巧已经是逐渐的成熟了 而且1837年的时候他已经在了巴黎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音乐里头呢 强烈的感受到那种Parisian 就是法国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巴黎 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 然后我在弹这个曲子的时候 我就可以想象到自己坐在 那个巴黎的咖啡厅里头 然后那就有个river 有个河流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惬意 然后如果你去感受过的话 你就可以从这个音乐里头可以强烈的感受到 像例如说穿得很漂亮的衣服 然后戴了一顶帽子 然后感受到自己在这个巴黎的这个空气里头 然后去享受这么一个曲子 好那今天呢 这个我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说这个极星曲 它的一些一些片段 然后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说实在它是一个三分多重的曲子 但是它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小技巧 其实是很不容易谈的一个曲子 for example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曲子呢 它是由那个装饰奏开始的 这个装饰奏呢 其实我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装饰奏特别特别的不好弹 你要拍 你看这装饰奏呢 如果是在钢琴琴键上开始的话 它就不会有那种 像我刚刚讲的那种空气 让你觉得很fluffy 很愉悦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装饰奏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 这装饰奏我觉得你在下键的时候 也许可以想象你的手在空中 就已经开始了你的装饰奏 而不是就是在琴键上死的开始 It doesn't work 那可以想象装饰奏像一个 from the air 从空气下降的 真的很好听 这个所以装饰奏呢 你在开始的时候你要去训练说这个装饰奏怎么弹 就我们在平常的练习的时候 我们要去思考音乐所需要的 它的表情 它的character是什么 而去找到最好的一个方式来把它弹出来 好 这第一个是在讲装饰奏 然后secondly 我们还是在第一小节 这个第一小节呢 它其实就有很多的 很多的technique 很多的音乐在里头 like for example 第一句它是一个小句子 好 所以可以想象的它的第一句是向上的 as like a question mark 一个 一个 一个问号 me, me, don, see, l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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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是向上的 两个向上 然后呢 这个接下来的两个小节 as an answer 然后再一个 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下来的这个句子呢 就比较长了 好 所以呢 所以这个乐句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每一个乐句 并不是向上的话 它的音乐就没有办法飞起来的那种感觉 你会变成 就没有那种愉悦的感觉 而且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肖邦的琴谱的话 它的记号是在每一个的小节的最后是给了一个坚强 这是非常interesting 就是你在读这个琴谱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理解 去思考 为什么作曲家 要这么写 他为什么不写 为什么不写 健弱呢 他为什么要写 健强呢 如果他今天是写健弱的话 他变这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最好是每一次在出现在这个开头的这个 这个这个小节的时候 最好每一次都做的不一样的音乐 a little bit different 就会把音乐变得更生动 这个就会非常的delightful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讲的是走到了第七第八小节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的大小声开始转变了 他的音乐开始发展了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句子呢 你就会听到他开始走 和声开始做变化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去思考说 他的和声的走向是什么 还有你的大小声怎么做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琴谱 他其实就是三句 完全一样的 两句完全一样 其实就是完全一样的两句 然后 所以这两句的声量肯定是要做不一样 做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一个对比 然后呢 他走 同样的这个地方 三句完全一样 这个时候呢 你要想要去听到这个音乐里头的和声 你可以把左手的这些分解的这些八分音符呢 全部当成和弦来弹 这样子你就很清楚地可以听到 他下面的这个支撑的这些和声 是在做什么 所以呢 这个音乐的走向是非常的important 就是声音他的走向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中间这一段 我觉得他这个中间这段写的也是很很special 非常的特别 而且其实是很不好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乐句不是那种很常规的 就是for example中间段 这个极星曲是ABA的形式 所以走到中间段的时候 你看如果是你看一下琴谱的话 前面 one two three and a half 三个半小节 接了两个小节 再接六个小节 这是非常 strange 很奇怪的 三个半 两个小节 然后六个小节 这是不是很不常规 我们平常说 比如说两个小节 两个小节 四个小节 但是他是三个半 两个小节 六个小节 所以他的句子是走不常规的 irregular 这种 phrasing 然后同时呢 当右手是在走这种不常规的 phasing的同时呢 你看他的左手也是一样的 你看他的marking 是非常interesting 他每一个左手的两大拍里头的第一拍是空着的 就是那个休止符 休止符接下去呢 左手的每一个bass的音都写了一个跳音 变成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看着这个谱子的感受是 他不想要这个bass是lan的 就是中文叫什么呢 就是不是成的 而是每一个都是向上的 如果是单单从这个琴谱上的这个去理解的话 然后呢 右手 sustenuto 又是forte 右手给了很多的同时 左手不要overwhelm 超过了这个右手的importance 然后接两个小节 oh sorry 然后接两个小节 这第一句解释我的second了 然后转调 然后转调 小音符 然后现在呢 b section走到了 那个main part 最主要的一个part second time第二词 然后一点的变幅 好 第三 time 是最少的 那我借过一次 好,那回到一开始 所以呢,这个中间段呢 要弹得漂亮 我觉得第一个是肯定是要把左手练得很漂亮 因为这个左手特别不好弹 中间有很多的大的跨越 除此之外呢 旋律的音要怎么样 怎么样phrase 怎么样乐句要怎么做 让线条可以拉得很长 然后他刚刚讲的这个总共四次 四次同样的旋律 怎么样做不一样的变化 然后再加上肖光的 很多的音乐里头都有很多的小音符 我们叫embellishment 装饰音 装饰奏 embellishment 加上去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小音符弹得很漂亮 其中还包括了所有的这些 好,那我希望今天这个供应讲堂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为大家录制的这些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 不管是哪一个平台 微信公众号 YouTube 或是Facebook Instagram 很期待很快再跟大家在这里见面 拜拜